大家好,好久没有更新了 我记得我上一个视频是吹风机的对比 那个时候我大概怀孕39周了 后来稍微休息了一下 然后提前8天我的女儿就出生了 所以还现在刚刚第6天 然后本来月子里我没有准备再拍视频一下 休息一下 但是因为今天收到了这个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得录一期视频 我的两个Sanel包的开箱 然后主要就是为了纪念我女儿的出生 另外把这个开箱的过程录下来 也可以给自己以后留个纪念 那顺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新购买的两款Sanel包 我购买的时候就并没有看见食物 因为我们当地的店它都缺货 然后我也是参考了很多网上的review 然后另外自己查了很多资料 然后后来我老公打电话到 拉斯维加斯的永利里面的Sanel店 然后等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他们新到的货我才拿到的 这两个包为什么我会记录这个开箱 是因为是Sanel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两款包 其实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对包特别痴迷 然后特别有研究的人 但是这两款包因为太火了 太出名了 然后年年涨价 不论是各种媒体啊 我总是能看到这样的新闻 所以就觉得一直没有嘛 好像总心有点痒痒 所以这次就把它收了 这是这一支经典的2.55 待会我们开箱 然后另外呢 还有今年2017年Sanel推出了Gabriel 就是以Sanel小姐的真名命名的Gabriel的这个系列 然后并且呢Sanel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对签款包做了推广 那各路网络上都预测 Gabriel就会是Sanel未来的经典款 因为我们知道它经典款是CF 2.55 然后后面又出了个Le Boy Le Boy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推出6年了 已经成功的晋升为Sanel的经典款 所以在2017年他们又推出了Gabriel这样的一个系列 Gabriel我也成功的收到我最想要的颜色 那我们就一起拆箱吧 那斯维加斯的店呢 我们周二下的大概周四就收到了 就是非常快 寄过来就很大很大的箱子 然后里面有两个纸盒子 其实我并不知道哪个纸盒子里面是什么 然后那个它会把这个收据放在这个里面 就给大家看了 然后它依然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个Sanel的山茶花的 这样的一个丝带的包装 我们把它拆开看一下 我今天这个录影压力很大 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准备 因为拆箱这种东西就是只有一次 就拆开后就没办法再包回去 然后想好词 然后重新给大家拆开 然后里面是这样黑色的包装 那这个应该是2.55 因为这个包型 然后这个是这个包的本身 然后它盒子里都是这个黑色的包装置 另外还有应该是这些是可能是宣传册吧 我猜 有一个就是擦包的这个布 然后应该是一些就是包包的保养须知 然后另外这本白色的里面是它那个经典的这个包包的介绍 就是他们的包包的历史啊等等 这样的一个小册子 然后这边会有哪个店买的 然后什么时间买的 然后它的序列号就是包包本尊 看一下 包的非常非常好 这个包包最经典的就是黑色 然后它有两款就是hardware 一个是就是金色的 还有一个是银色的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黑金的搭配 还是就是低调 但是又非常的高贵 就符合这个包包本身的定位 所以就选了这个颜色 然后它是这样的 这个旁边有一个序列号这样的一个标签 就是这样的一个链条包 然后我们打开里面 这有一个拉链 这个拉链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了 就是Coco小姐 就是Sanel小姐 当年那个跟她那个lover 他们把情书会藏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其实是它设计给自己的用的那么一款包 然后在里面是有个按扣 然后它会有这个非常 我觉得非常特别的那种发紫调的 酒红色的这样的内饰 它也是这个应该是牛皮的嘛 然后把这些纸都拆掉了 拿走 这个是包的那个训练号的卡片 也是这样的 你看它这个空间非常非常大 然后这边也是非常巧妙设计 大家也都知道不多说了 就是放口红的嘛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夹层 它内部的结构就是基本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个包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它比较低调 它比CF呢 CF就比较高调 因为是双C logo嘛 背出去人家都知道是什么样 它非常耐用 就是它的金属件就本身是做旧的 上面还有薄膜 然后它的链子就是这种复古做旧款 所以它其实不怕经过岁月的流失它会磨花 然后另外它的皮呢 是这种牛皮的 然后它是这种做旧褶皱的款 就是低调的同时又比较特别 但同时它最大一点就是不怕刮花 你知道CF的那个羊皮啊 就是特别特别娇贵 你的支架都要剪短 因为就背着一次就会被划 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袋子 可以把平时把这个手机塞进去 然后我的手机 因为我不是用那个7plus 我觉得7plus可能塞进去会比较大 然后这个是iPhone 10 那就轻松的这样塞进去 就非常非常方便 我觉得实物比那个照片看上去美十倍 这个号码应该是medium 就是大概是28厘米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更大号的 大概是31厘米 然后还有一个小号 这个包也是年年涨价 今天4月份涨了一次 最近有没有再涨 我没有关注 反正涨了很多 然后关于价格呢是这样 我做了一些功课 其实你要买CNEL的这一款2.55 在香港买是最划算的 大概可以做到美国的八折 然后美国和中国的价格几乎一致 中国好像比美国要贵可能1000块钱 问题是香港的货你很难拿到 就是香港CNEL店 比如说海港城 比如半岛 就很多很多人在排队 如果你只是旅游去 并且之前没有跟那边的Sales 打好关系的话 你几乎就是可能很难拿到 这种经典颜色 我指的是就是黑金或者黑银的 这个搭配 然后这个Size 你就很难拿到理想Size 所以呢 我觉得这种经典的包 大家也不用再纠结说 我一定要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再买 因为你确实要不难买到 然后另外欧洲的话好像也跟美国中国 没有太大的什么价差 所以总之最便宜的是香港 然后另外我要再说一下 这个包的重量是非常轻的 就我能拎的时候 我能感觉得到 它的大部分的重量都集中在这个链子上 它的包身真的是非常轻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Size的包 这个重量我觉得就挺好的 然后我给大家背一下 这个包应该有几种背法吧 可能最经典就是把它双链条的背 然后站起来 现在这个镜头离我比较近 所以你可能感觉这个包会有点大 那我身高是1米65 所以我背起来就是双肩背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大小 一种背法是这样背 那它大概是在我的小肚子大概跨骨的位置 你可以把它cross body 就是这样去背 这样背的话就比那种 就是单肩背要稍微高一点 总之这个Size就是非常适合我 我觉得大概1米62到1米7之间 然后如果你不是特别胖 特别是个子高的时候 你不是特别胖的话 都可以选择这个Size 我再大一点其实也可以 就是要看每个人的气质 然后你的那个身材 还有平时的搭配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底边 它的底边就不是我想的 它其实是一个圆弧状的 我以为是一个平的 你看然后侧面看它是这样凹陷的 所以就是这个曲线 我觉得非常非常美 就是确实这款的设计实在是太经典了 就是你从各个角度看细节看 都觉得它就是充满了美感 就是非常值得收的一个包 这个是之前买的那只Lawoy 你看它的防尘袋是这种黑色的 没有2.55这种有点就是融融感觉的 这种布袋子看着有质感高级 然后我当时就选了一个肉粉色 就是它有一些粉调 但它又又有点偏beige 就是粉调的beige吧 然后银色扣 就这个包也很好看了 但是我觉得我稍微选的有点欠考虑 就是因为Lawoy是一个非常时尚前卫 也适合年轻女孩背的这样的一个系列 可是呢我又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这种明圆的颜色 它那个弄脏 比如牛仔裤什么都不能碰 所以我其实拿的这个包的几率是蛮小的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如果你想要买Lawoy的话 可能还是尽量选一些比如说黑色啦 然后一些蓝色啦 然后就酷酷的颜色会比较好 我这个当时稍微有点欠考虑 但是它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Lawoy是旧版的中号 2.55的中号就要比这个Lawoy要大一些 而且这个2.55的中号也要比CF的那个中号也要大一些 然后重量上这两款包现在几乎就是一致的 然后这个又比较浓妆 可见2.55作为就是个经典款 然后年年这么涨价就是确实有它的这个原因 可以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内部的结构 它这个就是这样按 它内部这个是布的 然后它有一个这样夹层 然后你看这个就内部空间就要小很多 而且我选这颜色可能就春夏杯会好一点吧 好那接下来就第二支开箱 它寄过来的时候就有这种塑料袋 我相信大家可能对这支包更感兴趣 因为这个是2017年就是新出的包 所以可能网络上那个review还特别特别少 打开这个不同于2.55它里面就是白色的这种包装 然后就黄身袋在这儿 它就不像那个2.55就是那样那样非常有质感的袋子 它这个跟the boy那个一样 然后里面也没有那个手册了就不会讲故事了 然后就会有也是有个擦包的布啊 然后有一个保养须枝 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拆开了就这个样子 能看清吗 我选的黑白配色 它的配色的有几种 就是有全黑的就上下都是黑的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颜色 比如蓝色的 然后比如说有那种rainbow效果 那种purple就是幻彩的 有点像汽油滴在水中那种幻彩的 紫色的 然后还有黑白的 然后我觉得呢 纯黑的包我有比较多了 而且这个包我觉得就是黑白配 特别能体现shenelle的那种感觉 尺寸大概可能是28吧 特点是下面的这个底的这部分它是硬的 就是你这样捏是捏不动的 所以它能够比较好的保持这个包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然后上面的这块皮是软的 它的特点就是这上面的链子 四色的链子 一条链子上不同的 不同的阶段是不同的这个结束 链条的另一端就设计了一块可调节的这个肩带 这一侧呢是有一个我觉得是可以挂一些包式的这样的一个金属环 有一个带shenelle logo的然后做旧银色的这样的一个拉链 拉链拉开呢包里面有一个就是拴钥匙或者拴钥匙包的这样一个链子 然后内部构造也是这样 它是它传承了这个2.55两个带中间一个口红这样一个设计 然后这边有一个拉链 内部构造就是这样 身份证可也是布的这样一个结构 这个包的优点就是它比较能装 这个包其实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包 但我说的是中号 然后如果小号的话 我的脚比它就是短一截然后矮一截 那个小号我觉得特别特别可爱就是很好看 而且拍照也非常非常好看 但是就是对我来讲实用性上有点小 这两年就是小号包太流行了 所以可能也是一个马上流行这个增号包的这个时间了 因为时尚嘛都是一个轮回 然后我给大家背上看一下 同样以我的身高是1米65它的斜胯 它到了这个位置和那个2.55是差不多 大概是到我的胯的位置 然后下面我踮起脚 就是到我这个大腿的位置 Ross body就有点太长了 在官方的说你可以就是这样胯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胯 鞋胯的时候可以交叉在身上 就把这些链子作为一个装饰在胸前 就是特别时尚的一个现在背发 流浪包的价格我做下调研 在内地的CENEL的专卖店呢 要比美国要贵 大概贵2000块钱人民币 或者是中号同样的颜色等等 也不算贵太多 香港的话那还是最便宜的 所以现在总结下来 CENEL在香港的专卫应该是最划算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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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